地球上有数以百万计的人 人民生命受到威胁 失去工作 失去亲人 悲伤与恐惧笼罩在各个角落 而在太平洋上有一个Formosa小岛 却展现了一道充满生命力的曙光 它的名字叫做台湾 1980年代 台湾人偏手之足 共创经济奇迹 2020年春天 有一群人 因为爱与使命 创造奇迹 过往台湾的口罩 只要还是依赖从大陆来进口 过年前 整个疫情慢慢爆发出来了以后 国外对于口罩 都会采取管制的措施 行政院就拍板 自己的口罩要自己来做 院里面在1月24号 也下令我们的口罩要禁止出口 那同时也主示经济部要设法 每一天要产出1000万片的口罩 来安定民心 院长也在2月5号 来核定购买60台机器设备的公文 核定了以后 可以说是一个挑战的开始 疫情还没起来的时候 其实国内产量只有188万片 甚至真的三班全部机台都稳定的去生产 是可以到400万片 可是国人有2300万的 其实远远不足 那怎么办呢 除了这个现有的机台之外 我们还在去买新的机台 非常非常密集的跟这些口罩的厂商 来取得联系 请他们来做加班 上次SARS的疫情 口罩的采购 因为政府采购法 导致国内口罩价格 在采购的政策上 没办法获得 导致国内的口罩生产厂商 在经营上面临了相当的困境 那这个部分政府 一定要用所谓的囤兵政策 这一次由政府来采购 交给口罩的生产厂商 他就是要无赏提供 120万片口罩 一片2.5块 刚好就是300万的价值 这一个疫情结束以后 以国内市场来扶持我们口罩生产厂商 让这些业者有业务量 有业务量 他们才能够善用我们交付给他的这些设备 才能够把这些设备维护好 政府采购就要很多法令的规定 那同时呢 厂商要去备料 每一台的订金就要先付一半 那60台每一台要付150万 就需要9000万的现金 那院长 副院长就跟我们说 没关系 这个在疫情这么紧迫的时候 要人给人 要钱给钱 这是政策指示 可是真的要去协调 就要很多的行政去协调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在行政上 能够以专业的方式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那再加上找到这个传染病防治法 讨论出这个能够符合非常时期采购的程序 我们当然有参考过去的一些市价 可是在紧急采购以及呢 数量供给跟需求差异的时候 它的价格当然会比以往高一点 把这个价格就签到公文里头 那这样子大家都能够因为经过这样的程序 同意这样的一个金额 我想这样在未来审计或者检查来询问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也有一些白纸黑字的一个保障 2月4号接到指令 我们在当天早上需要到经济部去开会 这个会议其实主轴很明确 就是部长交代的 因为要发展口罩机的这件事情 邀请我们三个法人 这三个法人 一个是工员院 进攻中心 还有我 机密机械发展中心 院长的这个政策指示是 数量最大化为原则 在全核我们是最后经过这些讨论之后 是跟他购买20台 那长虹是跟他买40台 部长就指示说 我们这三个法人要跳下来协助 让这些厂商安心的去生产 然后把这个装机跟调剂的这件事情 就由法人来进行 一开始我们就跟部长讲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固定每个人的作息是固定的 做多少事也是固定的 跟我们谈论超音波的这个数量的时候 我们也是很头痛 因为实在是赶不出来 如果只有我们同仁在做的话 其实这个设备在这么短时间 要能够顺利的出去 其实真的是不大可能 在这个任务好像没有说付的空间 因为这个任务必须要做 而且一定要做 因为30号是过完年的第一天上午 接到工业局养副局长的电话 他在关心说这个新冠肺炎的 我们产业的受影响的状况 然后副局长跟我随口提一下 说他们这两天都在忙着口罩的事情 我说如果有图的话 我们三个礼拜应该可以造得出来 2020年2月6日 TMBA民运理事长严瑞雄 及现任理事长许文献 不约而同地向省部长表达 愿意以民间力量 协助政府建构口罩机械生产线 迅速成立口罩设备国家队 成立TMBA口罩设备产能推进小组 即可展开救援 产官严 与同为国人健康而携手挺进 严总比较像参谋总战 他就是对这种整体的作战的方式 他很清楚 这边该怎么样的预计 他有提供了相当的建议 我认为我是我在这整个过程 我已经看到说 徐旅事长当然他就负责招兵马 都开始通知会员 台湾农者带走他们就近 看到前面的障碍如何去排除 那个是作战的一个计划 我把我自己定位为 能不能看到前面有什么障碍 那个障碍 我能不能先去把那个障碍 把它排除掉 这样后面大家要整个部队 开过来以后才能顺 徐旅事长就向三军总司令 出来号召大家 统一军心 2月4号听到经济部长宣布说 要建制60条口罩的生产线 我认为这个不是那么简单 6号一大早 马上就赖给部长 要建制60条产线 如果有需要用到我们工具 以及技林之间的专业人才 请部长不用客气 赖给部长 部长马上回应我心里压力就来了 赖总就想占地指挥馆 这个就是战场 他来看就直接在这里作战 2月6号早上9点还10点 PMC的赖总在群组说 口罩既国内生产 希望我们同业能够帮忙 那我马上就私底下赖总说 OK我可以 可以帮忙 他一下子电话躺过来的 赖总再讲说 哎等一下 赖总 现在部长有话跟你讲 部长 赖总 这个国家有烂哦 这个你要帮我 也帮国家哦 艾薇金博董事长 他比较像廉勤总司令 他是在后背的 电控的问题啊 送回来给他 他把它做好 结果送起来 事实上工具机这个产业的 产业性质 和口罩机这个产业 是接着不同的一个产业 那么所以当时我有考虑到工具机要如何去参与这个事情 我跟几位常务理事共同研讨一下 要如何把整个制程做分解 那另外整个电控系统应该是计划成败的相当核心的一个角色 就是电控的部分会耗很多时间 那如果电控这些部分没有顺利完成的话 也会拖延到整个计划的执行 那艾薇正好是在这一方面是比较擅长 那所以我们也就自告奋勇 提议由艾薇来承担这一部分的一个任务 那我比较像是联络官 我也比较清楚整个联系上的事物 他们也有跟部长有一些联系 我就希望有这些的支持 我就赶快我思考了一下 然后我就迈出去给部长的幕僚跟次长的幕僚 很快的他们两个幕僚都给我讯息了 来吧 一般伸展线还有早晚班可以休息 我们都是这一群人而已 那休息的就是左手累了人家就换到右手了 右手工作的时候你左手休息一下 当然只能这样子安慰自己 但是这样真的有休息到吗 其实是没有 这一次确实是全国总动员 不是只有我这边努力 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口罩制造商 他能付出的努力比我们更大 一定会让国人有足够的口罩 所以一定能够达到目标 为了国人的健康 我们是使命必达 我看到我们同仁 看到我们的整个工具机 这个团队所投入的这种心情 他跟终端客户所链接的这种情谊 是非常微妙非常深刻 这也是我们从事工具机 二三十年我所没有看到的 这样的氛围这样的感觉 刚开始人力进入的时候 透过整合沟通 把所有的事情 按部就班的分配下去 尽我的全力 让我的团队设备赶快陆续都能够上工 让所有的国民都能够拿到 目前最欠缺的口罩 分配适材适所 这个真的是最困难的地方 这个口罩的生产线 我们一定要赶快迅速的把它建立起来 用我们在工具机里面的一些技能 来做口罩机上面真的是很有荣幸 蛮光荣的啦 一开始是找了三家厂商嘛 我们这一家厂商是本来是只有二十条线 那经过部长跟工业局的官员 去口罩厂访查 发现说在客户的市占率 长宏比较多 所以说部长就把 另一家的单 他直接加到长宏身上 当时有讲到人力物力 可能是不足的 但是部长一一的帮我们 解决这些问题 2月6号来的时候 我在长宏开始盘点他的状况 结果是令人沮丧了 原则上他 第一个没有涂面 也没有泵表 甚至有做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泵表 就用简单的涂 把泵的部分用画的画出来 然后自己画出来之后 教另外一个事物来做 刚到这里的时候 全部都暗暗的 然后就有电灯 什么都没有 没有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去拜托了农者的戴董 戴董说他空压机 我们去查后面的 空压机只有三马力不足 他说那好马上调人来 所以那个晚上半夜 他就把空压机弄好了 再来隔天就把电力气筒 也把它配好了 各公司的精英在这边 一开始是大家蹲着去做工作的 那慢慢的我们看到这些现象 就开始改善这些环境 做了很多工作桌 就比较符合人体工学这样子 这个速度就是快 我都吓一跳 这个民间的力量 我在那做13年了 没什么时候 压力很大 因为我那时候 你有这些机 你机会去队 人都去队 我都自己做的 所以我都成为作人 所以我去队 我出局后 我脑粗粗粗粗粗粗 一个脑粗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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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绗 一间脑粗粗粗粗粗粗 是不是都说我帮我帮我帮我脑粗粗粗粗 因为我早的时候 我刚才地队来 的cuxx和叔叔 要打起了 的车粗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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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國家出來沒問題了 因為我當時有這麼拼的駕駛 所以我都敢這樣駕駛 這樣駕駛 以外經驗都自己駕駛 所以我每個人都收拾 大家都有它的基礎 所以以前我以外的理念 都不能說我自己很幸福 但是我幸福現在不錯 幸福現在有出傳 大家加油 雖然我在這裡做一年而已 但是藏駕的旅堂連鎖十年 都買駕駛都叫我來吃駕駛就對了 所以這個 我跟他的感情是算很好的 他這次會叫我 麻煩回來叫我來倒三天 所以我一不容辭 一聲就答應說 我會來給他倒三天 因為我來做一個月 這些年輕人 會真的是很骨頭 大家都很骨頭 也會跟老花說話 其實我跟我的兒子 還沒這麼多話說 我跟老公說 真的這些年輕人 大家都開工 說笑 我真的做得很開心 所以 我覺得 越做得越 越 越 越沒心 你不要說配電 呵呵 我在廠工上班過 然後也在口袋工廠上班過 然後我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 想要對國家盡分心力 我跟我老闆報備說 我想為國家盡分心力 然後可能下班 或是假日去幫忙 當然我不影響公司的工作為前提之下去幫忙 那老闆也很樂意說 這是一件好事 那我當然支持你去支援 沒問題的 光11住行這件事 我設計了很多的表格 希望能夠方便他們去執行 請人家送便當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我有先去找也問了好多家 Saven好遠 那邊也沒有網路 什麼都沒有 跟他說 你那個都只有70塊 如果開到100塊 你願意願意幫我送 那他同意了 我們有發現他們之前都不是穿制服 很難辨識這是哪一家公司 那我們的同仁比較不好去指揮 在那個規範裡面 希望每一家都穿自己的制服 我們也比較好辨識 大家互動的時候可以互相認識 會更快 可能因為太忙了 所以也沒有人有時間去打掃 那我就會利用下班的前15分鐘 然後帶領我們Highwind的同仁 一起去整理廁所的環境 因為我本身就有潔癖 我覺得說 如果可以把良好的那個工作環境 和那個廁所的環境提供給同仁 那大家在工作的時候也都會 保持一個愉快的心情 那做出來的機台才會是最棒的 我們也協助工會去找 這附近的幾家的飯店 讓他們能夠安心住下來 希望每個老闆都幫資源的人員 保一個團體意外性 我們給員工多一個保障 我10號禮拜去的時候 300多瓶廠房空空洞洞洞的 就一個布雷嘎一個 配電箱而已 那我那一天當天 我就叫我們的同仁 把控壓機把它放好 配電配好 控壓管配好 那一晚上12點多 這是我們最極見做 我們交完第一台機器的時候 那我後面的39條線 我要怎麼辦 我不能說 還是一個禮拜一條線吧 冰到年底 那做這口罩機器的意義就沒了 還好在後面有一個 專門追物料的一個專門 就是說處理這些事物性的 那後面讓我很輕鬆 能夠專注在生產人員調度 進度的部分的處理 前幾天我們都沒有休假 進駐下去 禮拜天我們都出來 那為什麼第一台排我們 我想第一台一定狀況最多 我就先跑一遍過 從現場裡面的組裝 到它的自控的電控箱 到超音波那邊 到旅機前架工 我通通都知道過程 包括到安裝交機 從打遊擊站 進入到打組織站 系統站 我們花了七天時間 這個絕對是一般公司做不到 農總是負責整個製程的工作安排 人員的出勤管理 整個這邊生產的制度的建立 我們來將近一百個人 如果沒有安排就沒有效力 交機的人員跟調機的人員 畢竟是兩批人嘛 我們培養的種子人員更多的話 後面的工作進行才會更順利 那他們用組織的方式 用團體戰的方式 來統籌所有的工作 我認為很重要的是 建立戰場這一塊 特別容則在第一個禮拜 表現的那個能量 讓第一台設備 在那一週的禮拜天 出第一台出去以後 隔天將會展成一個很好的 一個系統組織站 他們以前可能一個月只做一條線兩條線 一個月內要做40條線 其實有大的困難 那就必須大家去一同努力把這個部分完成 當然建立棒表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這邊也建立一些管理的規範 畢竟來自二十七八間的公司 大家都是蠻有制度的公司 對這些工作的規範都能夠了解 而且能夠尊循這樣子 部長就在我面前講說 這樣不可以一天要四台 那走著到現場去 他裡面那張師傅 就跑過七夫會跟我們講說 這天四台出人名你知道嗎 那部長跟我們講的時候也是這樣 一天沒有四台 你如果疫情嚴重會出人命的 在適當的時間 那部長出來給壓力是很重要 我就跟戴總有討論這些 我們是不是他們每一站在任的時候 的進度都要公告 我們沒有講說這是哪一家哪一家 但只是講每一站每一站 今天有沒有達成 我希望增加一點較勁的感覺 就看到他們完成了 而且突破進度了 更可貴的真的是 大家目標一致 就是互相體會互相體諒 有不少的溝通協調 走一步算一步再調整 走一步再調整 這個過程中我們學到不少事情 這個就是我們的收穫 做事工作是一路驚險你知道嗎 我們把欠料弄出來交給洋副局長去追 最後一兩天有一個重要的一個走 全場找不到 他那個理念的製程很長 如果被丟掉就完蛋了 那我就找洋副局長 因為經濟部是老闆 經濟部跟他下單 我們是幫忙的 洋副局長做事演技巧 後來我幫你跟你確認了 這怎麼欠一個 結果第二天老闆說找到了 在山下人兩個角落找到那些東西 大家趕時間 搶時間 那種感覺就好像在救難 所以我把他們取名叫救難英雄 TMBA的全體的理念是不計報酬的 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口罩的生產線做出來 供應我們台灣足夠的口罩的生產 業界各公司工廠派出精英 來加入組裝口罩機的行列 在倉促程訊之下 就運用各公司自己本身 對設計 裝備 各方面的技術層次 整合成一個合作無間重新協力的團隊 工具機 基底組件 其實非常團結的共同完成這個任務 其實這個功勞都是我們基權夥伴的 趕快做完 大家不用排隊買口罩 趕快做完 我們興奮好友大家能安定 趕快做完 這疫情能夠保住 我們成功成功在二十五天完成六十條線 真的不可思議 這一點是我們這次這個團隊最驕傲的 後續我們為了超前部署 還有三十條產線 也要趕快來投入這個工作 我們還要請大家繼續來幫忙 我們來進行 我們終成功 好 好 tá 沒有 不可以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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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PF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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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国家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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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